爱护地球推动低碳健康 现在有企业率先的推动 从生活当中落实节能减碳 企业的员工餐厅优先选择低的食物 也就是挑选当季新鲜少污染的食材 作为员工的菜色 另外呢多蔬食少吃肉的原则 都可以降低碳的排放量 不但员工吃的津津有味 连桃源县长吴志阳都忍不住 跟大家一块享用